林世民的事情真可以拍个电影了 而南方绝对可以斩获奥斯卡奖了 一个正常人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是不会出镜的 除非你是在演戏 失去至亲肯定也是伤心难过了 但这些能化为巨大利益 后面的真心所剩无忌 根据网友的爆料称 林世民的现任妻子网名叫白开水 但是被曝光之后 她也是删除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但估计还是感觉不保险 白开水又开始删除自己多个视角平台的账号了 其实林世民的现任妻子的确是年轻漂亮 从仅存的一些照片上看 她也就20多岁的样子 而且的确是比林世民的原配要好看 但长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成了网上热议的对象 她自己甚至都不敢多发一言多讲一语 而这女人心真大 居然敢嫁林世民也不知道图的什么 当然一个人的配偶去世了 多少时间谈恋爱 多少时间结婚生子 没有一个定势 一般来说过了一年以后就不应该恳求别人了 至于再婚的人选是张三还是李四 还是王二麻子没任何区别 也和前妻没关系 几确现在再婚的妻子的以前认识 或者有可能有点安眉关系 也只是一个人生活的污点而已 和她妻子孩子离世没有必然关系 只不过我们没有要求林世民 一直回在过去的故事里 如果有一天你告诉大家 我已经走出来了 不要开始我的新的人生了 我们也都理解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但是你一直在山球 经营人设在公布孩子出生前还在经营人设 拿着巨额的赔偿 还跟老人对付公堂 让人大跌眼镜 而现任就是比前任年轻了点 在气质上输给了前任 只能说这个男的真的不简单 这么多年了 他居然能这么轻易放下 还谈什么思念气儿 就是虚伪 真的颠覆我的三观了 白白跟着流泪 更心疼这个母女四人了 林世民可能就是个不偿情的人 是大家高估了他的深情 他可以卖开新生活 但不能消费大众的同情心和最美好感情的期望 验证为商业利益 当年的林世宾不过是一个理发师Tony 估计早就从以前的聊天中 了解到了小珍的家境财产等因素 所以去小珍是真的爱 还是为了往上爬 是真情流露 还是处心积虑的眼 如今也是终于让人看清了他 好 好 好